是后来才知道我有 我有一定的恐慌症 对于人群 对就只要超过20人以上的群体 如果说在我身边的话 我是会特别恐慌心率的加快 单姐我小蕾 等一下 好嘞 来儿子 来来 哎呀我第一次见你房间 咋地睡觉 没有啊 坐这坐这 我坐坐 别别别 我说咱上L宅去唠一唠去 你想跟我去L宅唠 对对 咱俩呀 对啊 好呀可以呀 行那咱们就7点上了 好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我确实没想到小蕾找我 去L5 我们也从来没有就是很深层的聊过天 哎 哎 感恩生活 感恩相遇 吃吧 我们俩开吃 吃吧 我发现你好奇怪啊 你真的很早熟 我这样 我吗 啊 没没 20岁 我觉得应该还很幼稚 是小蕾 可能因为你 你自己出来生活比较早 对 我14岁就离家 对对对 我听说练习生是非常苦的是不是 呃身体上会累一点 但以我现在的 经历跟高度再回去看五年前就练习生那段日子的时候 就我会觉得其实那会儿的我很幸福 是吧 因为那会儿的所有竞争是在一个屋檐下 其实还是一个被保护的环境 嗯 都是小孩 对对对 但现在的我不是这样 现在的我是在一片天下在 在竞争 在与各各行各业的人竞争 在与 我听说你现在好火呀 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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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好火 没有 没有 我那工作人员那天还跟我讲了 我已经脱离了这个市场很多就是 固有的标准了 其实我也想跟单姐去分享 我也有一些现阶段的困惑 是的 可是我会觉得今天我要对于我自己的优劣 是先有自知 就像我的优势可能就是我可以去塑造好一角色 我可以去怎么样 但是不仅限于我可以把所有工作都做好 你觉得你现在最大的优势是演戏 不是那个唱票了 对对对 因为我是 我是后来才知道我有 我有一定的恐慌症对于人群 啊 对 就只要超过20人以上的群体 如果说在我身边的话 我是会特别恐慌心率也加快 哦 真的吗 对对对 所以短时间内容是回不了舞台这件事情 啊 对 说回来今天其实也最想跟单姐探讨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性格里面 会有很多原则 但是呢 常常因为那些原则会碰壁 比如 你举一个例子 比如像咱们上次换衣服那件事情 大家都没去换衣服吗 要做这事之前 你在昨天会上就提前跟我们说一下 就是我们15个人之间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就并不是我们跟导演组发生的故事情节 这是属于我们的 然后去呢就是跟大家说就下次这种事情得提前通知 然后我们就回去换衣服 就当时我们其实都是这样想 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就提前通知 通知不通知 你穿件衣服 换一下衣服几分钟的事 就是我是不想分析别人怎么想 对 我只说我所看到的是 就是咱们都有15个人的群 就提前通知她是 哦我是屋长 我想干这件事情 我可以像王姐 她dress code的那个东西 她多少以前就发在群里了 就是你可以做到 但你说你做不到 那我信不了 就是我是因为那个点 我也觉得那我就不好意思 我接受不了 这个我就不能理解你 这我必须诚实地说 因为陈陈陈 她其实只是一个默默给大家做事的人 陈陈陈确实是害怕 在我的眼睛里 她非常弱 她的气场 她之所以后来我们大家都同意换物长 是因为着急大家会议 她说我不着急 我着急不起来 这个是非常真实的 你知道吗 她的确着急不起来 在我的眼睛里 你跟汉哥的气场 要比陈陈陈大很多 我说心里话啊 谢谢大家 如果让你员 你会kah十分钟 我给你 感情 我要评论 最好 体力